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球腿提起,膝关节稍驱,髋关节前纵,体肿,脚尖绕始状轴向内旋转,使脚背外侧正对运球方向。 在运球脚落地前,用脚背外侧推波球的后中部。 脚背外侧运球时,身体姿势与正常跑动时相同。 因而,可以发挥出较快的速度,故与脚背正面运球有相同的用途。 另外,利用脚腕的动作,可以很快改变脚背外侧面所正对的方向。 故,在运球脚一侧,改变方向时,也多采用这种运球方法。 下面我们学习脚背外侧的带球。 还是先看一下脚背外侧带球的完整的一个动作。 大家看一下。 这是右脚。 再看一下左脚。 这是脚背外侧带球一个完整的动作。 那么在比赛当中,脚背外侧带球,它的特点主要用于什么? 大家看,带球的部位它是用外侧,那么就意味着它的带球肯定在支撑脚的外侧推球。 那它跟脚背正面带球,它就有点区别。 它的区别就在哪里? 它因为是用外脚背带球,所以它推球的方向它可以变。 只要它的外侧,我可以向这推,我可以向那推,我可以往这推,往这推,都可以。 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推球比较灵活。 那么在对方的防守上,难度就大,因为它的出球角度很广。 所以说它在比赛当中,它的隐蔽性非常强,别人不好防。 那么它的动作要领,跟脚背正面很相似。 但是还是有区别。 第一,它都有一个准备姿势。 这个姿势是一样的。 重心下降,膝关节,弯曲,身体,重心稍微前移。 第二,支撑脚站位,它有一个区别。 区别在哪? 它是向外转的。 支撑脚的方向,脚尖是指向另外一个方向。 因为它的出球,推球的角度和你支撑脚站位的角度形成一个夹角。 它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这样。 所以支撑脚站位,它是脚尖不是向前,它是向外转。 这是一。 第二,它在推球一瞬间,大家看,它的脚尖不是垂直的,而是向内,向内撇。 向内撇,用脚背的外侧,用脚背的外侧这个部位来推击球。 大家看一下,弯曲,推球,推球的部位,大家看一下,推,是这样推的。 再看一下,左脚是这样推,推。 再看我完整的做一下,看,重点要看什么,支撑脚和出球的部位。 其他的,跟脚背正面的推球,要理是一样的。 再看一下,啊,变了,变了。 下面我们学习脚背外侧的动作教学步骤。 首先,支撑脚向外,只向外侧,支撑脚。 然后,脚背向内扣,用脚背的外侧对着向前的方向。 来,我们体会一下,哎,很好。 左脚,脚尖向外侧,然后脚背内侧向内扣。 对了,这是它的脚形。 好,大家自己来做一下。 来,右脚,左脚。 好,大家做的时候,注意点,中心稍微降低一点。 身体侧向对着前方。 好,来,右,左,很好。 下面啊,我们把这个推球的动作做出来。 来,右边,右脚,向前推,跟上一步,很好。 变成左脚,推。 好的。 对,右脚,推。 左脚,左脚,推。 好,下面啊,我们不用球的。 右脚,两次,左脚,两次。 注意点动作的脚形。 来,开始,向前。 右脚,左脚。 好,推回去。 再做一次。 右脚,把动作做完整。 左脚,很好,推回去。 下面,我们用单脚来练习。 推到我这个位置来。 大家把动作可以做慢点。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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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始。 推到我这儿。 身体稍微一点外转。 好,停。 回去的时候,回去的时候用左脚。 来,预备,开始。 很好。 下面啊,下面。 右脚推两次。 左脚推两次。 注意点身体的调整方向,调整。 开始。 一次,两次,调整。 一次,两次,很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做回去。 还是一样。 右脚两次,左脚两次,开始。 下一步,我们把 距离,距离稍微拉长一点。 要求大家,速度要快一点。 要求用单脚连续的推,快速的,稍微快一点的,连续的推,推到我这儿来。 预备,开始。 推,多出球,多出球。 很好。 回去的时候,也是用左脚连续的出球,尽量多出球。 来,开始。 尽量快一点,多出球,多出球。 很好。 下面,右脚做两次,左脚做两次,要速度加快。 来,预备,开始。 一,二,换。 很好。 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样。 来,开始。 好,最后一步,最后一步,要求大家,用外脚背,快推。 中间有一到两次的出球,能快速推到我这儿来。 加快速度,用右脚。 预备,开始。 快,快推。 很好。 下面,回去的时候,用左脚,快推。 推。 OK。 刚才我们练习了脚背外侧的,推球的练习。 我注意到了,有几个问题。 几个典型的错误。 下面,我让大家,找个别同学来做一个典型示范。 第一个同学,大家看一下,注意观察一下。 来,开始。 到中间。 好,开始。 好,坐回去。 再坐回去,大家再看一下。 很好。 好,回去。 大家看,注意到没有。 第一个同学,他身体侧过来了。 人应该是向前跑动的。 他这怎么跑? 不便于跑。 所以他的问题,主要是身体侧的太多。 正常的应该是,脚背略为向外转。 他的跑动的方向仍然是向前。 这是第一个很典型的错误。 来,第二个,刚才。 大家再看,再看一下。 开始。 好,停。 好,坐回去。 他这个问题,主要的问题, 我们要求,脚背外侧带球的时候, 支撑脚略为要向外转。 如果人你要正面的话, 你这个脚带球内扣,你看。 就影响你的跑动了。 所以说,你在带球的时候, 支撑脚要略为外转。 你脚内侧才好向内扣, 跑起来也才方便。 这是第二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 我们再找一位同学,来,到中间。 大家看一下,开始。 好,走。 大家注意到,刚才这一推了没有。 刚才这一推, 就是它很典型的错误。 原因是什么? 我们说了, 带球应该是推波球, 要柔和的推波球。 它的带球, 很短处,很短处。 这样的力量就很难控制, 所以你向前推出来的球, 一会儿近, 一会儿远, 一会儿近, 一会儿远。 只有到什么时候, 用这种方式, 远距离, 大范围的蹚球的时候, 才能用这种方式。 一般的情况下, 要柔和的往前推, 柔和的往前推。 另外一会儿, 非常留意,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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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击。 点击。